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解的是 对焦模式的一个变动 然后就是波动开关定焦点 当你拿到一台单法 在你的这个相机的这个镜头上面 它的侧边会有一个按钮 上面写着什么呢 写着这个AF和MF AF是autofocus 就是自动对焦 然后MF是手动对焦 针对拍摄大范围延时摄影 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个参数可控 那么这个对焦 我们也需要变成手动对焦 由我们的眼睛来确定 这个焦点是否的对准了 而不是通过机器 那么这里边呢 大体上分为两步操作 第一步呢 就是将镜头的对焦模式开关 置于MF 就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手动对焦这个档 然后第二步 是以被射物体为基准 进行一个对焦 对焦的时候呢 是使用这个对焦环 来进行对焦 对焦环就是镜头上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然后它像一个胶皮一样 然后上面有一格一格的 然后通过去转动它 就可以进行这个焦点的变化 然后通过你的这个机器 后边的这个液晶屏 在后边液晶屏 就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 这个焦点的变化 看看这个焦点是否对准 到了这个被射物体之上 那么详细的操作 有以下几个步骤啊 刚刚说第一步 打开这个MF 手动对焦的这个开关 然后第二步呢 刚刚我们说过 通过这个对焦环 可以进行一个焦点的校正 但是呢你如果拍摄这个 拍摄主体啊 在你的画面当中 在你的液晶屏当中啊 比较小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 这个辅助对焦的功能 然后在你的液晶屏 液晶屏的这个左边这个区域 大家看 有一个放大镜的这么一个图标 这么一个图标 然后呢你按它一下 然后在你的这个框上面 在你的这个液晶屏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框 然后呢并没有放大 然后再一下是放大多少倍呢 放大五倍 然后再一下放大十倍 然后但是实际上 你的这个画面 还是这么大啊 你的这个拍摄照片的 这个画面还是这么大 然后它是在中间 会形成一个方块区域 然后你按第一次 它是还是原样子 然后第二次 你整个画面 就只显示这个区域的 这个内容了 而且它是放大五倍的 然后你再点一次 这个放大镜 然后就是十倍区域 也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个画面 显示的也是一个 你放大这个小区域 放大了十倍 充满你这个屏幕的 这么一个内容了 这样就非常的方便 去精准的对焦 对吧 而这个时候 你再去转动这个对焦环 然后呢就能很清晰的 去看到它的这个对焦的 这个变化 那么默认情况呢 这个辅助对焦这个框啊 这个放大框 是居于你这个液晶屏的中间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拍摄这个物体啊 拍摄主体 比如说是人 啊 是一个姑娘 它可能并不一定 是在你的画面的正中间 对吗 它可能是在你的画面的一侧啊 然后这个时候 就需要用到这个 这个按钮了 啊 然后它是一个八项的一个轴 它可以往八个方向进行调整 然后那你就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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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这个框定到这个人 比如说脸部的这个区域 然后再去按你的放大镜 然后五倍十倍 十倍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放大到眼睛了 对吧 这个画面就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样的情况下 你去动这个对焦环 是不是就能很精准的 把这个画面的这个焦点 放到这个人的脸部 包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他的眼睛 对吧 那么用MF手动对焦的方式 包括用这个辅助对焦的方式 就能够精确的把焦点锁定到 回程正确的位置 避免出错 好 我们再来快速的梳理一下操作流程 第一步打开MF这个开关 第二步按放大镜 然后第三步 通过这个八项的这个轴 来移动这个放大的宽 到拍摄主体上面 然后第四步 可以继续按放大镜 进行倍数的一个放大 然后最后通过这个对焦环的一个调整 就可以去完成对焦的一个操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